这个女护士有双阴阳眼 当护男性苏内突然昏迷住进医院 护士阿玉负责照看 护士长对她下了死命令 不准任何歌迷和记者打扰苏内 苏内的症状很奇怪 医生给她做过全面检查 一切结果都显示她很健康 可就是昏迷不醒 这一堂就是半年之久 没心没肺的阿玉 对万人着迷的苏内可没什么兴趣 这天又来两个记者非要给苏内拍照 阿玉本来是能阻止他们的 谁知一个坐在轮椅上的病人突然滑倒在地 两个记者趁机冲进病房 好在护士长给他们拦住了 也因此护士长对阿玉 劈头盖脸就是一顿冲骂 阿玉这么做的代价就是 只有她一个人值夜班 夜里一点钟 好友阿花给阿玉带了粥 正在吃饭的阿玉 突然看到一个重病在床的大神 在走廊里来回晃荡 还笑着和她打招呼 知道大神已经死了的阿玉 便没有很害怕 因为这种事情她经常看到 这个女护士有双阴阳眼 但她却傻傻地分不清人和鬼 夜里子时正在看蜡笔小心的阿玉 突然又看到昏迷的苏内 被一个红衣女孩手拉手 欢快地向外跑去 苏内脸上写满了不情愿 阿玉以为苏内醒了 赶紧喊了一声 可是躺在病床上的苏内 没有任何变化 阿玉以为眼花了 但是在厕所里 她又看到了苏内和那个红衣女孩 甚至听到了两人的谈话 女孩是苏内的粉丝 苏内举办了演唱会 女孩每次都去 有一次因为人多 女孩不小心摔下高台 没了 从那以后 化成女鬼的女孩开始纠缠苏内 苏内的身体很健康 但是魂儿被女鬼勾走了 阿玉不敢掺和 苏内的魂儿 像是知道阿玉能看到他们 她想让阿玉绑绑自己 可紧随而来的红衣女鬼 给阿玉吓得肝胆俱立 她赶紧抄起蜡笔小心 哆哆嗦嗦地假装不知道 这两只鬼 当着小护士的面吵架 夜里子时 苏内的魂儿把阿玉当作救命稻草 她跑了向阿玉寻求帮助 阿玉今天倒是没那么害怕了 不管苏内怎么说 女鬼就是不愿离开 一旁的阿玉看不下去了 她让两只鬼少说两句 谁知女鬼指着阿玉的鼻子 就是一顿臭骂 这可给阿玉气的呀 活人都不怕 还怕你一个死了的 她冲过来掐着腰 指着女鬼就骂 没有一个脏子 女鬼口口声声说喜欢苏内 可她有为苏内做过什么呢 就看看其他歌迷 他们能在医院走廊伤心三天三夜 女鬼就是个无理取闹的自私狂 说完阿玉又给了女鬼一张苏内 签过名的照片 就这么一个棒子外加一颗早的策略 成功给女鬼抄了 由于苏内的魂儿 要白天才能回去 阿玉和苏内聊了一整晚 苏内开心之余 自然之无不言 第二天苏内醒了 她和阿玉对女鬼的事情闭口不谈 这种事情太过匪夷所思 说出来难保不被人说是神经病 苏内对阿玉说了声谢谢 这句谢谢只有他们两个懂 片名夜半一点钟 最后一语歌的事是神经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